是不是像云洞的感觉 今天又来拍新衣服了 我们现在在度光 昨天自己DIY的一个 是不是很特别 每个都可以做出来不一样的 我在想把店里剩下的铺子也可以全部 全部给它弄成这种 怎么样 还可以 把店里剩下的那种 轻手的那种涂成这个颜色 我尽量温柔一点 还是温柔 这个就是 我上一个Vlog里面在人台上 你们刚才做的那个白色的裙子 最重的 老脸 老脸扛不住地心引力 你也要往下掉 可以做些 下面还给它吃一点 这好像在这里 这里面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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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二耶 应该是人最少的一天 还有这么多人 刚刚路过那个红崖洞旁边那个桥 哇塞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周二都这么多人 回来之前就很想来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打开 因为现在重庆变成了一个网红城市 然后今天我跟一个我以前澳洲玩得好的妹妹 她很会拍照 她带我来这个地方比较隐蔽 重庆的路就是这样弯弯绕绕的 逃出巷子来了 我以为她拿出来一个宝宝 结果她从包里逃出来一个手电筒 你太好笑了 你看那个月亮 月亮旁边有个星星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桥上了 妹妹说这个桥上可以有个很好的体景 我们要等一辆黄色法拉利 我们去看到这个桥上了 我们要等一辆黄色法拉利 我已经多久没穿过这种八厘米吧 八厘米的高跟鞋 这个梯子对我来说也是难度 这个梯子对我来说也难度 我已经多久没穿过这种八厘米的高跟鞋 好小啊 好小啊 心虚 心疲 心慌 腿软 关键 但是这个漆砍下去 还有 这很高的 我要走到江边 里面好砍 好有风味感啊 超美的 我不知道往哪边走 哇塞 这个楼梯有点陡呢 我来过这里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就以前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一个景点 然后是吧 它要被奉弃了 哦 是吧 太火了 因为打卡的人太多了 为了抄近道 从滨江路走到解放碑 就从这个楼梯走上来 但是没有想过 它能成为景点 可能是因为拍的那些电影吧 真的 你让我现在再来找 我绝对找不到 这样看 其实看不出来这个有多抖 我其实真的就超级抖 我刚刚滑了一下 我现在头有点软 加油 Maggie要我走下去让她拍 我就 好吧 来 就是一只脚 我有点放不完 还是很吓人 还是很吓人 我都怕了 很吓人 好吧 很吓人 不要怕 你下了吗 下不下了 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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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怕了 太害怕了 你们从镜头里看不出来 来了就知道多抖了 但是 刚刚听那人说 这里很快就要封了 这边真的是要乘一个打卡设计厂 上一次来这里大概只有十几岁了吧 刚刚我又在台风上 然后前面超级多人 那边好像就是拍那个电影的地方吧 这个楼也是奇怪 它著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来跟我讲学一下 它楼其实左右上下都可以上 可以往上走 你看 那边也是通道马路的 然后这里也是通道马路 下面还能通道马路 我没看错吧 下面有人在打麻将 这真的很重庆 我们在等一个缆车过去 但是呢 等了很久 今天会不会没有缆车呀 有 这个楼座很有意思 它是双面的 果然是没有电梯的 高厂 还是婆婆爷爷 八四水油了嘛 他卖排了一个楼梯 八四水排一个楼梯 有点水吧 百个森林比我们好 我们排量不得什么样子 来了 真的来了 来了 挺好看的 哇塞线上面的更多 看这种感觉 哇塞好看 我说之前我们的居民在这里打麻将 就这块空地吗 对打麻将的 你们现在不打了 现在这个也不敢走 啊 这种雾蒙蒙的天气真的很重庆 所以大家来玩的话 一定要避开六七八月 九月份应该没有那么热 对 然后冬天也是那种 有点湿冷 总的来说 一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 就是还挺适合来玩的 妹妹看上了那个鸡尾 妹妹晚上给她们拍完 拍下那个鸡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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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刚才真的是一个被 助人围观的感觉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去一个 非常想中 几乎没什么人的 太可怕了 被炒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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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个厕所 供用厕所 但是收费的 故意是民房打了以后 刚好有个厕所 一块钱上厕所 一块钱纸巾 停 现在到了妹妹说的这个特别有厉害的地方 有没有难度 你觉得我可不可以 有一会儿那个铁网要翻过去 要翻那个铁网 对 我可不可以从那个铁网钻进去 你钻不进去 他说我从这个洞里过不去 我想挑战一下 那你挑战一下吧 我去翻了 那你来 我只要头能过应该能过 哎呦 我能过 这你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下 这被人掰开了 我们现在这个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全部都脱掉了 牛 哦我操 原来是这样翻的 我过来了 别换了一身衣服 走在里边吗 没关系 刚刚是等那个过江锁道 现在我们要等轻轨 等车来 我们也拍了一整个下午了 然后我昨天运动的时候还扭到了腰 所以我现在有点体力不支 但是我现在迫切想要去吃火 再又来了一辆车 等Maggie被没看完照片 我就去吃火锅 这个人刚刚在来的路上迫不及待把火锅排上号 结果 已经过号了 已经过号了 我们到了 我可以喝酒吧 我可以喝酒吧 可以啊 都没开球 我没喝酒 哈哈 只有啤酒 看到没 24小时营业的 他们好大哟 这里面还有 这太有意思了 这个是一个居民楼 这很接地气 你在打呀 天呐 这有点意思 我只有吃火锅的时候会吃这种 生的蒜 这是我的最爱 冰汤鱼 它上的太快了 菜还没开始吃 它为了就是等会拉的时候 你下一点一碗 对啊 一般吃到后半断才会辣 但是回来吃了个猴子 你觉得 把耳朵都都喵出喳喳 这个是牛肉 鹅肠 鱼头 我最喜欢的这个叫什么 泥丘 然后那个 那个是什么东西 牛肝 那个是腰丝 好厚厚呀 我们要你们吃的觉得辣 特别让它辣椒打一点起来 这是我经常会有的一个操作 它吃都没吃 它吃都没吃 它进来干了三碗米饭 然后全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现在胃是个爆炸的状态 我现在有点热 但是我现在我的脸竟然吃了火锅 不是很好 我们还在下面忙啊 忙飞了 你那是女儿吗 你想吃它吗 猿猿猿 猿猿 这是一整栋楼都让她们包了 也没有 第二整楼 第三天头 第三天头 还有员工宿舍 只能员工能够享受到这个味道 你要是别人早把你们投诉了 天天我的这个味道 这些居民都还做 主要是太好吃了 没错就回家来吃一吃 舒服 谢谢 拜拜